另外在南区享誉国内外的 卓西乡瓦拉米步道春节期间 依然是人潮不淡 尤其很多游客民众 把握春节的廉价伟生 特别到这里登山践行走程 苦年新春九天廉价 卓西乡瓦拉米步道 登山践行的游客民众 分之踏来 熙熙攘攘 不论是才刚起登 还是准备下山 步道上马如游龙 彼此互助恭喜好不认闹 你们要走到哪里 你们要走到那个瀑布 我们刚从那边下来 一家人 在台北家人下来 卓西乡瓦拉米步道 享誉国内外 凭日来此登山践行的游客民众 往来如之 更遑论连续假期 今年春节期间 人潮不断 也有不少在地返乡过年的民众 也特别把握过年假期的 最后一天时间来此一游 来这边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山上的空气比较好 回到家的感觉 这样一路走来 不知道人很多 人还蛮多的 瓦拉米步道全长13.6公里 步道分前中后段 其中最受大众欢迎的登山口 到夹兴段来回9.8公里 步道平缓轻松 沿路吊桥古道景色迷人 从台北来此登山践行的游客 也沉浸在古道自然景观 与人文历史的美丽中 听闻一下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从台北来的 那是怎么会想要来这边 因为想说可以走一下路 那走过来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吊桥 这个吊桥很晃 可是我觉得那个风景还蛮漂亮的 就是感觉好像可以看到 平常台北看不到的那个景色 酒厅的春节连续假期 欢迎南区瓦拉米步道 不受疫情冲击 以及施冷天气的影响 每天平均来此登山 践行的游客民众 超过上百人次 游客民众若已不绝 浴馆处南安站与警方 也不时的到场巡逻 并加强防疫宣导 守护民众的安全 记者是日兰卓西采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